恭喜,有請秘書長 英委員早安 我想今天大家都針對這個 少年級家事法、法院組織法的這個內容 提出不同的看法 連我們全系部也提出了 這個一些不同的 甚至於反對的,希望能夠保持原來的條文 就這個部分也提出我個人的一個看法 秘書長 在這個修正查案當中 把現行的第二十二條全部刪除 是不是?最重要的就是說 把剛剛我們幾個委員所說的 什麼調查官、保護官這些 這些名詞全部刪除掉 然後改做官婦人 應該是這個樣子 對,送過來的草案是 那我想 我就覺得很奇怪就是 你看第二十六條 第二十六條 幾個地方 又提到了 類似這樣 沒有被刪除的這個 這個名稱 譬如說 第二十六條的 第一項 少年調查業務的第三 第三目 其他法令鎖定的少年調查官 第二大項的少年保護業務的第二目 其他法令鎖定的少年保護官 另外就是 家事調查業務當中的第二目 其他法令鎖定的家事調查官 你為什麼前面前述這個消除 你在二十六條 仍然保持這樣的一個名詞 我一直覺得說 你這個名稱沒有統一啊 是不是 你前面消除了 你刪除了 全部改做官婦人 你為什麼後面 還擁有這樣的一個名稱 我不曉得修法上 是不是這個 不太細膩 還是有適當的這個理由 民主長 你有沒有說出這個道理 這個應該 這個剛剛委員講的那三款的 那個官的東西 在那個少年事件 因為在少年事件處理法裡面 有這樣的名詞 所以 有少年調查官 少年保護官 這樣的 這樣的 職稱在這裡 所以我們才說 依其他法令 就是依照少年事件處理法裡面 所定的 就是 在少年這個事件處理法裡頭 有這樣的名詞嗎 對 那我就覺得很奇怪 你這個組織法不就是 它的 這個 這個所謂的母法嗎 後面都是作用法嗎 你後面的作用法怎麼 前面的組織法已經把這個名詞 這個切掉了 為什麼後面的這個作用法 包括這個 家事事件法 這些東西 因為 因為依照現在的設計 啦 就是說修 我們這個修正的案的 這個設計 是說 在官戶人室 這個辦公室下面 會 會分作少年保護組 少年調查組 家事調查組 那在少年保護 各組裡面 設少年保護官 有少年保護官 少年調查官 跟家事調查官 是這樣的 這樣下 這樣的一個概念 而來的 那您不是說 在 在您的這個 這個 第五條的附件 的 這個 支撐裡頭 你全部改做 把這些人都改做 關戶人嗎 對 多列入在關戶人室 他們籠統 你怎麼提下的組織裡面 又有這個 這個官的存在呢 他們 就是這三類的 這三類的人 他們都 都是稱為啊 也是另外一個 籠統的稱呼 叫做 官戶人啊 那 他的官的 名稱 還是有那種 調查官啊 保護官的名稱嗎 依照這個修正 我們提出來修正案 是稱為官戶人啊 對啦 但是我們認為說 你二十六條 你還保有 用這樣的一個名詞 這個來 來界定說 讓人家看法 看條文的人 就不清不楚嘛 你整個法令 不同的法令 你用的 用不同的名稱 這個 這個地方 統稱官戶人 那個地方 又叫做這個 少年保護官啊 調查官 家事調查官 這些等等 會讓這個 這些人民 或者是這個 法律的人 看起來 尤其是我們外行 都看不懂啊 這能不能統一啊 這個將來 如果看這個 這個 少家法院組織法 這怎麼修正通過 如果是照我們這個 修正案通過的話 我們將來在少年事件 處理法裡面 也會配合來修正 對 因為你這個組織法修正以後 只有 光護人師或者是 這個光護人 這樣一個設置嘛 因此呢 少年事件處理法 有關少年調查官啊 少年保護官的規定 是否也應該配合 修正 全部改為光護人 對 所以說嘛 你 所以要看這個通過以後 我們在少年事件處理法裡面 再來配合修正這樣 所以說這牽扯到未來到底 還需 需不需要存在少年調查官 或者是少年保護官 這兩個職稱 是否都一併稱為光護人 就可以了 對 是不是 是 這個請我們這個 司法院能夠參阻 好 謝謝 下面我再問的就是 有關於 這個草案的 修正草案的 第十九條之一 第十九條之一 是規定 這個少年級家 家事法院 得 提供場所 用得這個字嘛 對不對 必要 以及 必要之 軟硬體設備 以及其他相關的 這個協助 供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 執行或 委託民間團體設置 這個資源整合 聯繫服務的處所 這個理由在你的 這個說明裡面 寫得很清楚 就是 這個 仿造 家庭暴力的 仿制法的 第十九條 第二項之 模式 這樣一個 一個規定 但是 家庭暴力 仿制法 第十九條 這樣一個規定 它規定是 因 在所在地 這個 提供場所 寫一個因字 你 既然是仿造 家庭暴力法 家庭暴力法 規定是用因 這個 設置 這個因 提供場所 那你這個組織法 現在改成 德提供場所 這當中 德跟因 這 有什麼 這個 區別 什麼原因 有兩種不同的規定 因提供 或者是德庭二者 哪一種 這個 立法的體力 會比較好一點 啊 我不曉得我們司法院 有沒有做這樣的評估 有沒有相同規定的必要 請說明 那個 在九十五年 家庭暴力法 修正的時候啊 那個時候也曾經 討論到說 在法院內設置 家暴防治處 就是家暴中心 這樣的事 也有討論 那時候我們也說明就是說 司法業務的性質 跟提供這種 設政 類似這樣的一個服務的 本質上面有很多 不一樣的地方 那經過司法院的說明 綜合各項評估因素 還有跟協商以後呢 那立法院也做成一個決議 就是只要有法院 來提供場所就可以了 設置 就是跟現在的 現在的 這個 目前 這個十九條之一 一樣的一個模式 那十九條之一 現在我們所提出來的 少家法院組織法十九條之一 這是根據大院 也是根據大院 在通過家序事件法的時候的 附帶決議 那也是說得 也是這樣來的 所以我們認為說 用一個得的 這樣的一個情況 對於法院來講 第一個就是說 人力上面的 因為我們受到 司法整個機關 受到 國家總員額法的限制 我們實在沒有 那麼多的人力 可以編制在那裡面 所以可以給一種彈性 可以放在 比較有彈性的一個運作 那剛才有委員指教說 那這樣會不會說 好像我只是提供一個場所而已 你這個 這個裡面的都 都可以 不要受到法院的監督 那這一部分呢 如何 由法院 尤其是家事法庭 來指揮監督 或是怎麼運作支援 這個我們可以在相關的 細則裡面 來加以規範 好 謝謝秘書長 但是在第十九條之一的最後三行 寫得很清楚 有一個但書 就是編制員額缺少的法院 有按這個男情行者不在此限 那我要請教我們秘書長 所謂編制員額較少的法院 指的是什麼樣的一個法院 編制員額較少 會少到什麼樣的一個程度 那麼我們比較家庭暴力 所以防止法第十九條第二項的 但書規定 它是指的是 離島法院 有愛男情行者不在此限 它指的是離島 你這邊指的是 這個編制員額編制 較少的法院 那我一直想說 是不是涵蓋我們花蓮台東啊 這個能不能做個很清楚的說明 這個講的 確實編制員額比較少的 就是像連江 馬祖 連江這樣很小的法院的 那那個花蓮 像花蓮台東 現在還是都有那個家暴服務中心啊 澎湖 所以一樣 一樣會設 那澎湖也是一樣啊 它有設啊 所以這個主要是離島法院指的 就是編制員額非常少 特別是像連江法院這個情形 好 這個 您說台東花蓮都有設嗎 有設 有設 非常謝謝 秘書長 最後我要請教就是 剛剛前面有這個政委有提到就是 有關於這個 這個原住民族專業法庭設置的可行性 即將在下個禮拜一 以後說可能改旗 因為跟我們這個本委員會的這個 有有有有壯旗 所以另外改 我個人 這真的是非常的期盼 建國一百年 今年是一百零一年 台灣光顧到現在也是六十幾年 六十六七年 我們一直希望有一個原住民族的這個專屬的法庭 那麼這個理由很多了 第一個是我們原住民基本法 原住民族的基本法有這樣的一個規定 第二個就是要考慮到這個原住民族的文化背景 是不是 第三個呢 這個考慮到什麼呢 原住民族的生活的習慣 尤其是所謂的禮俗的疑點 遂食祭儀生命禮俗 都是跟漢人是不太一樣的 第四個最重要的民主長 原住民族的思考模式 跟漢人是完全不一樣 完全不一樣 像我們講奴語 動詞都在前面 名詞受詞都在後面 但是 一般的漢語是 這個民族的最重要 我要去哪裡 原準不是 去哪裡你 去台東我 動什麼在前面 這個名詞或者主什麼在最後面 就這樣延伸了很多思考的模式 都不太一樣 那第五個就是我剛剛講的 這個語言的溝通 非常的重要 語言溝通 沒有辦法溝通 我們現在有十四個族群 十四個族群也有十四個族群的一個 族群的特性 所以我們希望這個 司法院既然已經重視到這個問題 我們希望這個能夠及早來推動 那麼 最起碼 現在這個階段 我要懇求司法院 所有的法官 能不能 去 這個 受到一些原住民文化的一個 涵養 讓他們知道 原住民有這樣的一個特性 就好比說 幾年以前 司馬庫斯的新竹 司馬庫斯的封島舉目事件 最後的這個審判長是 根據原住民的文化習俗 來確定這個案子是無罪的 這就表示說 有些法官是非常重視我們 原住民族的這些 生活的特殊的文化的一些 這個情況 那麼第二個就是 積極來培養 中期來培養 培養什麼呢 原住民族的司法人才 最後才確認說 要不要設置專業的法庭 我想這樣的一個程序 對我們原住民是一個可喜的現象 我要先謝謝我們秘書長 來推動這個部分 好不好 也謝謝委員的指教